为什么天热的时候没有限电 这都秋天了 开始给工厂限电了 现在限电真的太有必要了 还记得那个在咱们隔壁省 某农村开果酱厂的老板吗 我太记得了 上次他们给的果酱老好吃了 果汁也好喝 干果零食也不错 去年疫情复产以后 他内工厂的所有流水线 都处于一个满负荷运转的状态 大量的国外订单接到手软 这不是好事吗 能赚好多好多钱呢 还都是国外的钱 有生意确实是好事 但这个钱赚的让他很心慌 西花出口的果酱里拆水了 去年下半年开始 他身边的很多同行 都在新增产线扩产能 甚至还有不少老板 拿出全部家当去建新厂 哇这是一看赚钱了 一堆人往里用啊 咋给养出这么像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国外的订单 是因为疫情才转移到咱们国内的 所以现在的好行情 明显是不可持续的 也对哦 等国外的厂子慢慢恢复了 肯定就没有这么多生意了呀 到时候咱们这边的很多行业 都会迎来出口订单的断崖式下跌 如果现在大家还都在疯狂的库产能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那岂不是前一天还在加班加点赶进度呢 后一天订单就飞了 这位老板可是经历过08年金融危机的 当时的出口订单就是瞬间雪崩 他觉得现在是时候考虑即将到来的海东了 你的意思是 这次可能会比08年还惨 投资大佬吉姆罗杰斯前一段时间还说过 我们上次遭遇严重熊市 到现在已经过去11年了 当我们下次遭遇严重熊市 那将会是他这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 罗老爷子虽虽有80了吧 那石油危机动物巨变 科技泡沫他岂不是都门清 不过每一次大调整 都是清除过剩产能 进行产业升级的好机会 所以这个限电就相当于 提前抑制产能过剩 防患于未来 就是 尤其是那些最近靠低端制造业出口 赚到钱的老板 便老想着扩产能打加个赞 要知道德国一家做指甲剪的小企业 都能做到快200年的历史 而不管遇到什么风险 这些专特新京的企业 总能最先复苏 你们懂得 我要是做上200年的暴政 是不是也是专特新京啊 等晕